原本应该翱翔天空的飞行伞 画面上你看到怎么突然 瞬间变成大陆神直接来坠落呢 就民众日前到台东陆野 高台体验飞行伞的新夜 结果一次风向问题 还没有飞上天才起分一分钟 就直线坠落 衰落 速冲 但事后民众控诉 这业者只退还他2500块钱费用 事后一通未问电话都没有 教练认真讲解 器材措施再仔细检查 准备就绪开始起飞 体验飞行伞翱翔天际 是一次挑战自己的刺激体验 但却有男子体验到差点没米 这个月2号下午 阳性男子到台东陆野高台体验飞行 但当时风太大 业者依旧决定起飞 才刚飞起 伞体进扭曲 飞行伞加上人竟直接往下坠 他掉落到山顶树下直接送一 更扯的是业者只退回飞行费用2500元 就此不闻不问 令他相当傻眼 风过来了 打到我们叫做夹业 夹业以后 高度就马上就会比较消失的 比较快 压压压压 挂在树上 其实这种情况是这样 挂在树上是很安全的 因为我们就人不会直接坠地 之前在澳洲就有飞行伞撞到滑翔印的案例 当时好在身上的降落伞 及时救援两个人都没事 空中飞行固然刺激好玩 但潜在危险 包含风向风速都难以预料 只要一次的不小心 就可能赔上自己的一条命 记得里面的李嘉宇台东报道